如果你沒有教過台灣女生的話 剛開始你跟她交往的時候 Maybe她不會給你一些所謂的條件 還不會所謂的交換 因為剛開始相處 真正在一起之後開始吧 第一個 你要記得她的生日就是很正常的 你所當然 生日很正常啊 對不對 生日是OK的 第二個 你要記得她MC來的時間 蛤 蛤 為什麼要記這個 因為呢 你玩的時候 MC完了她會要你煮事物給她喝 對 她要你煮東西給她喝 她是為了事物還是想避開 沒有沒有 不是 不是為了想要避開 跟那個不一樣 我們這邊跟那邊是有點差距的 好不好 等一下會留時間給你 所以說我們其實當初在交往 跟她交往的時候 她當初看到條件就很簡單 就是沒有說太多的問題 可是真正跟她交往的時候 她要你記得每一件事情 尤其是她家裡人 爸爸媽媽的生日你要把它記起來 媽媽的MC也要記 媽媽不用 但是你要記得媽媽的更年期 是什麼時候 好不好 要記得喔 要記得爸爸媽媽的事情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你會發現說 她好像要你記得 每一個你跟她相處過的 節日跟地方 蛤 蛤 你沒有發現嗎 真的喔 你剛開始什麼時候認識的 沒有發現 對不對 而且你經過那邊 你問我記你會被罵 對 就是這樣 你上次不是帶我來過 你現在你忘記 你上次帶誰來 對 馬上就會這樣 所以她會要你記得那個地方 然後你算了 情人節過了 什麼節 只要是有關於的節日 都一定要記得跟她過 真的 記不得這些東西她告訴你 你不要跟我在一起 因為你對我不用心 你們會這樣要求另外一個嗎 會 不會耶 不會 因為我自己的記不記得都不會 以前都會 我們結婚也從來沒有要求 說實話 沒有 真的沒有 頂多就生日 結婚紀念日 了不起就是結婚紀念日啊 對啊 我碰到的女生就是 我覺得她們想要我一直報告給她們 就是譬如說如果要我出國 我 她要告訴她 我有沒有在飯店 然後我去哪裡 我要去哪一個地方 沒有 那個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為你私底下很亂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是跟她的關係很好 我是跟她的關係很好 但是我就覺得 也不用明明就是每一個 我每一個 每一個點都要講 要跟她說 你到飯店了沒 今天晚上有沒有吃飯 你今天要跟誰在一起 什麼 問題太多了 而且這個是 如果是去國外 我還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在台灣 我覺得明明這個沒有需要的 但是她們好像是有這個習慣 一直問 一直要控制 看自己在什麼地方 其實這種方法是可以解決的 你教到這種 你只要植入晶片 就沒有問題了 植入什麼晶片 只要植入晶片 你不會就不要怕找不到 這個真的很恐怖 我之前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像她說的 莫名其妙沒有安全感 然後就說如果我跟兄弟出去 一定要隨時她打來 我都一定要接電話 然後要我去哪裡都要報備 對 女生最會這樣 就不知道在想什麼 然後就是我不管去哪裡 一定要報備 一定要接她的電話 不然就是條件 就是我要開定位 讓她隨時知道我在哪裡 那時候我想說好 跟她講電話太麻煩了 然後就開定位給她 結果我就有一次 跟我的朋友健身 然後我們想說去那個 洗萊登吃生魚片吃到飽 結果她那個時候選擇 看我的定位 她看到我在洗萊登站點 呆超久 她也沒有打給我 這重點她沒有打給我 她是直接開那個 就是打我的手機鎖起來 然後開那個緊急鈴聲 可以這樣子喔 超丟臉的 所以你的手機就 就這樣啊 然後我放口袋 然後誰的手機在叫啊 繼續吃 那請問提出交換條件後 有沒有另外一半打死 翻臉不認帳 因為我女朋友就是 我跟女朋友常常會交換條件 比如說 因為我之前我跟女朋友 就是比較晚睡晚起的那一種 所以通常都不會吃早餐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不太可 不太可以 所以我跟女朋友交換條件說 那如果你今天你一煮早餐 我就做當天的假務 就是這樣交換條件嘛 但是女朋友永遠都起不來 因為女朋友一直 交換條件可以 但是女朋友一直講很多那種 就是很傻眼的理由 比如說 我去看醫生了 睡眠科醫生 他說一定要讓我睡 九個小時以上 但是他每天明明就睡 十個小時以上 他還起不來 那我就覺得算了 我就知道你這個人 是起不來的人嘛 那算了 那我煮早餐 那你做家務吧 然後我就煮早餐了 然後當天要他做家務嘛 然後我就覺得明明就是 這個地方很髒 但他的眼睛 我不知道是瞎了嗎 還是怎樣 他就覺得很乾淨 他一直跟我說 那你明天你自己打掃啊 我覺得不乾 我覺得不髒耶 如果你覺得自己介意髒的話 你明天自己打掃啊 我覺得 我今天的家務我結束囉 拜拜這樣 我老公剛結婚那幾年呢 他就會在家裡的各個地方 藏私房錢 那我每次 我每次打掃家裡 我就會收出錢來 我有一次收到十幾萬 哇 就藏在櫃子下面 我吸塵器吸出來的 哇 然後我還打給他說 老公我剛吸塵器吸到 我們家衣櫥下面有十幾萬耶 他就說 是喔 然後他就這樣 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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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老公是 是喔 他就把電話掛掉 然後把信卡拔出來 丟到淡水盒 沒有 然後隔了一年多 他有一天才在 那個睡覺的時候跟我說 你知道我那十幾萬 我藏了四年 那十幾萬就被你拿走了 我就拿走了 因為我就是只要我找到 就不可能還的 哇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說老公不要藏私房錢 我說夫妻兩個 大家要互相信任 他說不是啊 因為有時候你錢給我的 我可能沒安全感 我說那這樣我們講好 我們來交換條件 就是以後你的錢 你交給我的我就拿 你如果不交給我 我也不過問 就是說你有需要我也不過問 我說但是不要藏私房錢 他說好好好 他說只要你給我夠用 我當然不藏 我就覺得那就講好了 結果你知道去年 有一次他出國回來 我就幫他整理行李箱 我在行李箱裡面 就看到存折布 又十幾萬 存折布一打開 更多錢 老公我就吸成器 吸到你的存折布 你說裡面存很多 重點是他怕我找到 他還帶得出國 郵局的帶 我就我老公一會兒 我就跟他說我說 我們不是已經交換條件講好 不能藏私房錢 他說可是這不是私房錢啊 嗯哼 我說這就是私房錢 他說沒有啊 我是藏在郵局啊 郵局 那不是私房 他的我是存在郵局 會他的存在 對他說這不是 我說可是我們就講好 你這就是私房錢 上面是韓志偉 他說不是 這不一樣 嗯哼 還要變對不對 所以 你絕對不要相信男人 他說沒有私房錢 不藏私房錢 他就一定會藏 你有藏私房錢嗎 我幹嘛藏私房錢 你中平哥他的主業是大老二 演藝工作是他的副業 你不知道 那你呢 小亮 我沒有任何私房錢 小亮你上禮拜拿給我那25萬 什麼特朗的錢 25萬 對啊 你再加上次來說 借我那邊放了三十萬耶 三十萬 對啊 我這邊還好三十五萬耶 你說你不知道Sacy發現啊 所以 今天下班前 你們把三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全部拿來給我 我有錄影為證 因為我們拿了私房錢 我們就不會還你啦 不可能 全部拿來給我 下班錢 你先跟Sacy 承認你有藏私房錢 我幹嘛藏私房錢啊 會這樣講就一定有 為什麼要藏私房錢啊 而且他的瞳孔放大 手一直摸頭 不惜急觸 不惜急觸 我每天被判 腳... 腳微開 所以你有髒話嗎 腳微開那是何不容 老公啊 我們去法國玩的時候 我只是叫他陪我逛個街 叽叽歪歪理由一大堆 交換條件一大堆 你去法國 你去砍城 你不逛街你要幹嘛 他就去砍城迎展就好啦 他為什麼逛街 就沒有東西 他就是封起來的一個圍牆而已 那你要幹嘛 他就... 因為沒有帶小孩 所以他就整個很放鬆 哪裡都不想動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到砍城這邊 我們還是要出去逛逛 因為砍城那邊你知道是 很虛滑 然後外面是俊男美女很多 然後名牌店 就是要去逛一逛 盧了半天他就說 好啊 沒關係啊 你要我出門的話 我這一趟出去 我總是要有意義 我不要只在那邊陪你逛街 你讓我來試用看看 UBER在法國要怎麼叫 總他說他覺得他出門 他總是要學一個新東西 然後他說那我來用用看 你台灣下載這個UBER 我法國要怎麼叫 然後他叫完以後 我說你叫了嗎 他說叫了 大概等兩分鐘 我說欸 好不錯 因為我們等了半個小時 車子才來 然後一來的時候呢 是一台Jaga Jaga的UBER 然後下來是一個穿西裝 戴白手套的人 還幫我們這樣子開門 是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 原來我叫到的是豪華車子 他要調那個車子來 所以那個車子 所以半個小時 對 所以要等半個小時 然後呢 我們明明從我們的旅館 總去砍城的市中心 就是什麼大名牌店 只要兩公里 就是半個小時以內 徒步就可以到了 我們光叫那個Jaga的UBER 就花了15歐 就台幣就花了550塊 哇 就只要坐兩公里 就花了15歐 然後他還幫我們開車門 還下來這樣 好 然後到了當地 我準備開始逛了嘛 我老公就說欸等一下 你等一下一逛 又不知道逛多久 我現在肚子餓 你先陪我去吃頓飯 然後吃頓飯 我就說想說好也好 那你到法國人吃飯很慢 然後吃頓飯坐下來之後呢 我老公就說 因為你等一下要花錢 那你要花錢我也要花錢 所以我的條件是 我想點 紅白酒各一瓶 哇 他說那你等一下要花得一瓶 他就說那我也 就只能吃吃喝喝開心啊 所以他就點了一瓶紅酒 一瓶白酒 然後那一頓吃下來 他還給了小費20歐 我們那一頓吃了180歐 你知道我們13個 13個出 13個朋友出去的一頓飯 才170歐 我跟他兩個人吃飯 他可以吃到180歐 好然後最後呢 慢慢吃吃了兩個多小時 坎城的所有名牌店 7點就關門 妳真的會心急如粉啊 心急 我就一直在那邊看著那個手錶 然後他還要喝酒 他喝酒完了以後 他還加點甜點喔 然後整個呢 我真正到坎城 可以開始逛第一家店的時候 已經是6點10分了 那根本來不及啊 來不及就算了 那至少我可以進去趕快看一下 有一些朋友要託買的東西啊什麼 至少人家的東西先買到 進去看一看以後 他就會看說 他就說 欸 你真的要買這個嗎 我來搜一下 他說欸 淘寶上有一模一樣的耶 他說你看 淘寶一模一樣的喔 才15塊人民幣喔 他說你現在這個要150歐 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想說 蛤 然後他就說不用啦 你就淘寶隨便買一下 然後我就隨便看了什麼東西 他就說我來查 他就說欸 我覺得你不要亂花錢了 這些淘寶都可以買 然後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閉嘴啊 對啊 他就說你真的 你現在花得下去嗎 如果你知道有別的地方 賣的東西很像 因為有一些很可愛的小家具 法國設計的那些 就淘寶你一收還真的有 淘寶 就真的一模一樣的 那淘寶可以買喔 幹嘛要去那邊花錢 然後到最後呢 到最後這一整天下來 到7點 砍成所有的店關門喔 我一毛錢都沒有花 我老公那一天他花了200多歐 好氣喔 他說他陪我逛街 然後他要做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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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他做以後 我什麼都沒有 哈囉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